一向高雄市12位女性局处首长及各社团父权委员献花致意 三八妇女节这天高雄市长陈其迈 除了祝福所有女性家节快乐 也希望自由活动让官方与民间合作 推动两性平权 33个局处首长里面 有12席的女性已经达到36% 那我们是希望说女性的很多的朋友 她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能力都能够 其实是跟男性 是不会说因性别而有所不同 现在有很多对于妇女权益跟性别平等的政策 可以再透过政府的机制去落实 所以我想民间团体跟副团跟市政府的合作 其实是可以给更多的妇女团体 带来更多具体的实质的效益 这是首次高雄市官邸提供民间社团申请使用后 办理的第一个全市性的活动 市长陈其迈说这也是他当选市长后 首次进去官邸 也希望市民能多利用官邸场地 办理各项活动 市府也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很高兴因为我们以前在我们母国的时候就三大妇女节是国际的嘛 所以就是来到这边那今天又在一个这个场地的又来到市长的官邸的来办这个觉得好高兴啊 深层的一个意义是代表说希望说民间的社团他可以进到公部门的一个决策里面 因为官邸都可以开放还有哪里不能开放呢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整个政府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我们开放官邸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活动中宣示 不分性别都是城市的主人 期盼共同成就女力永续的高雄 新唐人雅达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